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APR東新聞政經國會 今天一直歡迎說一些話題 首先說郭台銘 郭台銘要跟郭民董 郭友人兩個PK PK和民意相關 民調相關 耐打到相關 當然最好決定的 蘇立倫主席 他們這個團隊的決定 我說郭台銘 郭台銘是 媽祖 媽祖 在我們班教媽祖經 還有館公 所以我最近和一個老朋友說 你眼睛比較好 他說我是佛祖的補備 我們說台中 台中可以觀看 可以觀看說 因為台家媽做 然後他們本身對台中地檢署有些意見 但我個人觀察是這樣 這個就是工房戰 工房戰 證據齊全 當然就對比格比較不理 如果市政不明確 有嫌疑的時候 沒辦法 判他有罪 就是類似以前 羅沙十平轉投資事業 一樣 羅沙十平轉投資事業 當屬賤賣公司資產 結果 一心判有罪 其實很清罪 理性 理性 法官人說 他沒有主觀犯義 沒有客觀犯罪事實 所以改判無罪 我們現在說高峰安 高峰安 當時 他在立法院設一個公基金 我們說小金庫 結果 他現在有召喚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 當然台灣政黨 很多 我們沒辦法 一直去解釋 我今天最主要的話題是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自由地區是台本今 中華民國感情 中華民國台灣 馬英九總統 常常說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 問題是大陸地區 他不說他大陸地區 他是說他中國 馬英九總統 是說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去他支持 他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違背我們的憲法 我們的 正小提問是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總統副總統 副總統 是依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出 自由地區就是 台本今 我有說過 馬英九經常說 一宗個表 其實我 坦白說 以前兩岸 海際會和海學 在說的時候 他們說 沒有書面資料 都是自己 國民黨自己創設的 所以李政緯總統 在審議前就說 馬英九總統 不要說好社會 不要欺騙老百姓 我們台灣 根本沒有救你共識 如果一種個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在選擇 所以 在我們台灣自由民主的國家 我們本身的選擇 我最近有說 到底要選民主自由 還是選專制集權 你們大家 能力記載一下 再來 我說 張榮花的遺囑 張榮花的遺囑 為什麼 他會破壞 這個遺囑有效 因為他符合法定要建 見證人有 公證有 神經 密封 這個遺囑都有 但是這個問題就來了 特留分 特留分 我簡單說的就是 一般的特留分 如果你要繼承人 有六個人來講 特留分本來是 法定基本是六分之一 變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當然你 要看順位 如果是同一順位的話 第一順位就是二分之一 第二順位第三順位 都是三分之一 就是 法定繼承的二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簡單說到這裡 最後說一個 腦力激盪的問題 這個人 這個東屬林 他本身沒有結婚 老母說 我財產 死貨你在繼承 死貨繼承 就有法定繼承的問題 我老公說 只要不增值的話 可以用遺產分割協議的方式 只要不增值的話 可以分別共有的方式 不然就先立遺囑 他說不要啦 我要用正義 他說你正義就有增值稅的問題 和有氣稅的問題 他說那我可以不可以分連正義 你可以分連正義 但增值稅不會減少 氣稅是 照百分之六去計證 我的分連正義 就是每年 現在每年正義就兩百四十四萬 那你可以這樣計算 但是你好好的去規劃 規劃完以後 變成說增值稅沒辦法賣 正義稅可以分連遺檢 不然就父母親正義給他現金 然後以後再做買賣 這都是要服務法令去規劃 我們現在就說他們寬恆 他們本身呢 他說他們這個資金怎麼來農去賣 他不清楚 不管清楚不清楚 關鍵就是說 他現在取得 這個張小姐取得的成本 或者是這家法人取得成本 是四千五百萬來講 他下一次如果移轉的時候 他就有皇帝何以所得稅的問題 這些大家都可以腦力激盪 我們AP亞東新聞政監國會 今天在立法院內說十四的話題 大家多少參考 謝謝大家